1986年的虎和1988年的龙 马上就结婚了 这种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对方 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师父 你要像这种情况 唯一的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双方都年轻 双方都一起大家化解冤解 那才会好 否则的话怎么好啊你告诉我 一个龙一个虎不斗啊 哦对对对 而且不是斗的问题 而且还克了还克了相克的 不是相生啊它是相克的 很麻烦 哦明白明白 我再问你一下是男的龙还是女的龙啊 是男的龙女的虎 哎呦 女的要女的要出事 哦 如果是女的龙男的虎 那还好一点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父 好了 多念经多念经 师父 好好好 哦 你说 对对 你 感谢观看